5月28号是台湾的这个三级警戒到期的日子 有没有可能今天就要宣布这个三级警戒要延长 因为看来现在的疫情仍然在延续当中 这个三级警戒大家也辛苦了 室内5人以下 室外10人以下 还有大学以下全部都是停课不停学 其实停课不停学对很多家长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煎熬 其实同学们也过得没有很开心 大家一起加油努力 把这个疫情潜艇下去 今天各位来宾 首先跟你介绍的是前卫生署副署长 欢迎李龙滕李医师 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素培 国家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文全会副主委黄子哲 主委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自认媒体康仁俊 稍后我们也要一样来照网例 跟大家来看到现在中央 疫情流行指挥中心 最新的这个案例的统计 不过带你先来看昨天的部分 昨天新增334例 校正回归256例 仍然是双北市确诊数量是最多的 短短10天全台超过3000人染疫 国内无非疫情5月24号 新增334例本土个案 患者大多分布双北 板桥和万华成为主要热区 另外桃园和彰化 也有两位数增加 本岛除了台东维持零确诊之外 其他县市都有零星个案 加上校正回归又回补增加256例 今年累计最多个案县市 目前新北市病例数最高 有1700多例 台北市也超过了1400例 看到好像这个高峰 已经到了某一个点 校正回归以后趋势的话 他并没有就是说 这是维持一个 差不多一个平稳的一个情况 校正回归的一些案子 能够收集的更完全 要能够做一点 就是做了一个比较精确的研判 职位官陈时中说 期盼改进回报流程 让校正回归的状况逐渐减少 但疫情究竟何时终结 仔细检视调整过后的个案数多寡 本土病例从5月14号起的30例 隔天迅速飙破百人 最新校正回归 5月17号来到最高点476例 接连5天病例数 都在380到430例左右徘徊 并未明显呈现下降趋势 这位中心认为 还需要搜集更多数据佐证 才能完整研判整体疫情 越严重的地方 那当然校正回归的数目就会越多 台北也好新北 都开始有快塞之后 PCR的速度就稍微 申报上就稍微慢了一点 主要都是在和平 所以整体上在医院的动作上面 那整体就塞车的比较厉害 除了本土病例暴增 指挥中心也宣布 再多6起死亡个案 患者是4男2女 年龄60多岁到70多岁 其中4人有慢性病史 社区疫情持续亮红灯 必须严守个人防线与病毒长期抗战 好 除了这个待会儿要看看 是不是三级警戒要延长时间 但是想先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就是 这两天当中 似乎死亡的案例 几乎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不过稍后再请专家来跟大家讨论 我们先来看到疫情指挥中心 包括陈中部长 还有相关的副指挥官 都已经到现场做定位了 是不是今天又有新的消息 要告诉大家 我们把镜头转到现在的疫情指挥中心 今天的记者会 还是由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 我们的副指挥官 以及专家咨询小组的张兆吉人 也同时来到会场 此外出席的 还有我们教育部的潘部长 以及我们社区防治组的 张文祥庄组长 以及医疗应变组的 罗一军罗副组长 接下来就请我们指挥官 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我们的一个工作的情形 各位介入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我们今天总共有 我们新增了 281例本土 那另外有261例的校正回归的个案 那加上两个境外移入 总共是544例 那今天新增这281例的本土病例 为144例男性 137例的女性 那年龄介于 未满5岁 到90多岁 发病日介于5月7日到5月24日 分布以新北市 154例 台北市 49例 桃园市 16例 台南市 基隆市 彰化 县 各10例 台中 台中市 9例 屏中 县 新竹市 各4例 高雄市 宜蘭县 各3例 台东县 南投县 及苗栗县 各2例 新竹县 云林县 及花蓮县 各1例 那教证回归的261例中 162例为男性 99例为女性 年龄介于 未满10岁到90多岁 发病日介于5月2日到5月22日 那个案的分布以台北市 155例最多 新北市 89例 宜蘭县 桃园县 各5例 基隆市 及彰化县 各3例 台中市 1例 那所有的个案有关联的 是万华的活动死 186例 茶医馆相关的28例 抹社团相关的2例 抹水鬼伤相关的有7例 那其他已知的感染源 有122例 关联不明的111例 意料中的86例 那另外我们新增的 6例死亡的个案 那案1341为70多岁男性 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病史 那5月8日出现咳嗽发烧 有痰 全身酸痛的症状 11日就医并住院15日确诊 20日死亡 案2558为60多岁男性 那有万华区的活动死 5月15日出现发烧 火龙痛咳嗽肌肉伸痛的症状 20日确诊 收治入院21日死亡 那案2719为90多岁男性 有痰尿病癌症等慢性病史 那5月14日出现发烧症状 17日就医并住院20日确诊 同日死亡 案3031为60多岁男性有高血压 心血管等慢性病史 5月15日出现发烧 咳嗽 呼吸困难 喉咙痛等症状 那20日就医并住院21日确诊 23日死亡 3212为60多岁的女性有糖尿病 高血压 心血管等慢性病史 5月20日有肌肉伸痛 咳嗽流鼻水 发烧等症状 22日确诊后到防疫旅馆隔离 24日死亡 案4648为70多岁男性有糖尿病 高血压等慢性死 5月22日出现发烧 呼吸困难 肺炎的症状 同日就医并住院 23日死亡 24日确诊 那境外移入的两个案例 都是从菲律宾来台工作 那倒计前3日的阴性报告 那案5085为40多岁男性 5月2日入境后到防疫旅馆隔离 在台期间没有症状 17日解满前採检 结果为阴性 24日完成 自主健康管理后 公司安排自肺採检 那于今日确诊 那CT值是32 案5470为20多岁男性 5月11日入境 在台没有症状 24日进行检疫前满採检 那以今日确诊 好那这是 那另外这张是大概就这几天 大概是关心在交证回归的 在各职下是现实的分布的情况 那大概前两天大家讲 都有知道了 大概 我们从5月21号有400例 170例 256例 那到今天跟大家报告是261例 那这261例里面 新北市是89例 台北市是155例 台中是1例 桃园5例 彰化3例 宜蘭县5例 基隆市3例 是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做现实的分布 那校正回归之后 我们回来到这个研判日 那整体的柱状图是这样做一个分布 那上面那个橘色的部分 是我们今天校正回归的261例 回归到每一天的一个情形 大致上大家可以看到很像三个图 就是从那个 拆检的时间来算这些病例 或者是确定 确定病例发病的时候 其实他整个的样子 其实长得都是差不多 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那校正回归以后 大家这个也看到5月17号之后的病例数 是往下降 那这都可以作为一些对我们案情 对整个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判断 那另外就是说直接用确定病例来 来做就每天所公布的总数 那含这些 还没有就是没有校正回去之后 那他的图就有一点 特别在那天比较多的5月21日 这样的一个案例数就会比较多 那其实跟这样的一个病情 从发病制或是从拆检制来看 就不太相符 不过 这些每天所公布出来的总案例数 总案例数 当然对我们的医疗量能的安排 是有关系 那这些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那今天我们有一个重大的政策要宣布 重大的政策要宣布 我们要把全国的三级警戒 延长到6月14号 延长到6月14号 那因应要延长这个三级警戒 那教育部对于学生的相关的一个停课 不停学的措施 有一些跟大家来说明 那我们是请教育部长 参部长 谢谢指挥官 那针对因应 疫情三级警戒在延续 这一部分 那么考量到 所有全国学生以及 师资 老师的这些 防疫上的安全以及也降低 整个对疫情的冲击 所以我们 会将全国各级学校 含公私立幼儿园停止到校上课 改为居家线上学习的时间 延长到6月14号 那这期间 有关儿童照顾中心 以及补习班 也要请学生停止前往 在家学习 这个时间也同步延长到6月14号 那么在延长居家学习的这个时间 家里面有12岁以下的学童或身心障碍的子女 父母亲可以来请防疫照顾假 那在这部分也要特别请我们相关企业 雇主能够尽量的来支持 家中有12岁 学童跟身心障碍子女的爸爸妈妈 可以来请防疫照顾假 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共同度过学生在家以及学习上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那么如果高中以下的学生 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在家里照顾 或是在家里学习的部分 我们学校还有幼稚园也都仍然会提供学生到校学习 照顾以及用餐 那么对于居家在家学习的这些 弱势家庭的孩子的用餐 我们也会透过弱势的这个处理的机制 持续的来供餐 让这些孩子在家里也能够 用到这个 餐点 那么在往下的这个时间 也正好是 学校在举行 这个段考 或毕业考 那么尤其也在办理 毕业典礼 那么在这部分 高中以下的学校幼儿园 我们全面停止办理 这个毕业典礼 或如果要办也一定要采取 线上转播的方式 以减少群聚 造成疫情上面的风险 那另外有关 国小六年级 国中九年级 高中三年级 的 毕业考 那么请各校可以采取多元方式 来进行相关的 评量 来做这方面的因应 另外在国中教育会考的补考的部分 那之前也做了一个宣布 补考是在 6月5号到6号 那么这个时间 会持续的来办理 因为这一次参加 补考的学生 整个经过盘整后 总共186位 那另外是在大陆的 这些台商子弟的学生 441位 那么这部分 也会采取最高规格的 方式 来进行考试 以维持到维护到 每一位学生的就学权益 那这部分 目前也做好相关的规划 那会以最究竟那一个市场 大约是两到三位学生 来参加应试 我想这部分 会持续的来办理 那有关接续高中 后续的相关入学的分发作业 也会照这样的一个 取程 来持续的办理 那另外我想这段时间 对于线上教学 这方面 我们要特别的谢谢 所有第一线的教育工作伙伴 能够尽全力 来提供学生学习 也谢谢 非全国的家长 共同的体恤 也能够来共同协助 学生来进行这方面的 学习 这个过程非常的辛苦 那么我想 能够在一个守护学生健康 也能够延续学生学习不中断的前提之下 那么教育部也同时跟我们各县市政府教育局处 共同的持续来支持 有关在 线上学习的各项的资源 那这部分 除了可以老是透过同步视讯 非同步的一录影片 线上学习资源 另外 我们也透过征用公式三台 另外台式也继续的来加入 那么各项的这些软体 也特别谢谢 我们有非常多的 民间的教育平台 比如像精力教育平台 Pagamo 或是学习吧 等等的这些 都是充分的发挥了很多的 资源 那么后续 在教育部所建制的这个英才网 也会持续来扩充 未来两周的 课程单元 那也同时又邀请 我们台达店的文教基金会有一个台达店的摩克斯课程 这部分 也包含了很多普高跟 季高的课程也会同时 来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 网站 那么这部分 尤其在这个阶段 我们也 跟民间共同合作 组成了台湾线上同步教学社群 非常多的老师 如果在演技教学这方面 也可以透过这个社群 得到最多的协助跟支持 我想这一次在延长这个课程 居家 这个学习 那么确实需要我们 大家 共同来努力 那我在这里也特别的呼吁 我们所有的老师 在第一线 全力的来支持 我们也在这里 也要特别请家长们 能够在这样兼顾 工作 还有照顾孩子 确实非常的辛苦 但是为了能够让 孩子 守住他们的健康 跟让这个 学习 能够持续 在这里也要特别的 再请我们的老师 家长 大家共同来 学历 那么教育部 还有各 县市政府 教育局处 也会尽最大的力量 来支持 让这个时间 的学习 还有孩子的照顾 得到最好的一个支持 那另外 我们总共有416万的学生 那么尤其在这个阶段 一定要避免移动 或出入 我们人潮多的 公共场所 那另外 也确实能够做到 防疫的各项 卫生习惯 保护自己 也保护家人 尤其 更要来体会 全国非常辛苦的 我们的医护同仁 医护人员 一直在这个工作上来做努力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努力 来守护台湾 谢谢 好 谢谢教育部 潘部长 那全国的一个 三级的警戒 那当然 还是要强烈的要求 个人 一定要把个人的责任要尽到 把口罩一定要戴好 那保持社交的距离 那不要 相关的一个不必要的聚会 要减到最低 那有万一有这样任何的聚会 还是要遵守室内五人 室外食人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也是要拜托大家能免 则免 虽然 这个时间是比较长 可是也请大家一定要 为了防疫大家要忍耐 这段时间没有忍耐 让疫情如果继续扩大 那压力就会更大 那在企业上面 还是要维持我们企业继续经营的指引 那也要根据经济部的要求 做所谓的分流的上班 那异地办公等等的 也要积极的来做 那至于呢 在整体来讲 因为也延长了 那我相信我行政院 就会有相关的纾困的方案 那相关的纾困方案就会由行政院 统一来对外来发布 那行政院现在在非常积极的 在准备中 再过两天 那我们这次41万剂的疫苗就会开打 那方向上面基本上还是要 这些风险 很高的这些 医护的人员 运送的人员 还有防疫旅馆 加强的防疫旅馆 还有集中检疫所 相关这些 要把这一次的 我们这个防线 守起来的相关的人员 还有警察的同仁 都会在我们控管施打的一个对象 那下个月 下个月 这整个COVID-19 当然它都是分批到货 因为都有一些相关期限的问题 那六月 我们预计会有两百万 会进来 那到了八月底 应该有一千万剂 那我们也希望各个这些供应的厂商 能够 以这样的一个时程 照原来的时程 那能够持续的来供应 那也在呼吁COVID-19的平台 也不要因为有其他的因素 而干扰了我们进货的一个时程 好 那今天就先报告到这里 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部长好 中国时报 主要想要先问说 部长我们这一波 宣布延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您刚刚 有提到说 从校正回归数来看 其实那个疫情的高峰 目前好像是不是就是出现在 15到17号这个 这个区间 那我们现在可以说 已经看到洪峰了吗 或是疫情有没有趋缓 跟延长三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那第二个问题想接续问说 那 因应延长三级 就是双北市要延长停课两周 可是因为其实之前修两周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的父母 因为就是要照顾小朋友 因为停课 不停班 那很多人已经先请了特休假来应应 那再停两周可能对很多家庭会造成经济冲击 这个部分我们会不会给予老公有薪假或是会有给予其他的协助 相关的放假措施会不会再来一并调整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说 因为昨天 南投跟金门县政府其实都有提到说 尤其是金门说 两度发函中央希望可以委托合法的厂商来进口疫苗 那南投也希望说自投2000万采购30万的疫苗 因为他们提到说离岛的医疗量能不足 如果没有积极防疫的话 可能会冲击离岛的防疫 那中央一直一度不回 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回应说我们到底能不能开放地方 去自行采购疫苗 或是我们给予哪些防疫上的协助 谢谢 好 第一个 为什么要延长 大家看到 我们只能说以前这样的一个趋势 大家看到几个图 它事实上就是说没有急剧的恶化 没有急剧的恶化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 在目前没有这升级的打算 那但是以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病例数 那还有我们在整个的一个 从它的一个裁减 就是说裁减的速度够不够快 那以目前看起来 在各地的这些相关的一个 养性率仍然是高 那看起来发病日 距离我们的裁减 或是我们报告出来的时间仍长 所以这里面 当然会有这种所谓的隐藏的病例 还没有被发掘出来的可能 那隐藏的病例 当然就会带着一个家户内的一个传染 那加上有可能在外界的一个接触 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已经进到三级 那从这段时间的观察 把各种人流的管制 那措施是见效的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隐忧 那当然就不可能在5月18号 就来解除三级 那会把这段时间所潜藏的病例 没有办法继续的控制 而造成更大的疫情 那另外 专家当然也强烈的建议 在这个社区的管理这部分不能够放松 所以就以这样子的继续延长到6月14号 那至于教育部这边 部长是不是要 相关的 有关对于需要照顾子女的这部分 因为之前 教育部还有劳动部 那么针对这部分有发布有关 防疫照顾架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那我想这部分 除了这部分我们请雇主能够来多支持之外 那现在如果能够透过居家办公的模式 也能够同时让员工来同步的 再兼顾工作跟子女的照顾 我想这一些也都是企业组 可以共同来面对这一次非常严峻的疫情下 那么对于这些有幼儿有血统的家庭 也能够给最大的支持 这部分真的要特别特别的拜托 我们相关的雇主也能够共同用更多 可以有弹性的措施 来让员工同时兼顾工作 以子女的照顾 那能支持孩子可以在居家 来做好最好的防疫跟学习 那有关于还有一个部分还没跟大家报告 有关快篩的部分 这也是大家大家所关心的 各位好 那有关这个设置快篩在我们目前大家正在撰写 这个指引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有关快篩的个案 后续的处置的流程 那我们现在会设定就是在快篩的时候快篩 主要是做抗原快篩 那他也会跟核酸检测 通常都会一起做 所以当因为快篩的检验结果 在通常二三十分钟之后就有结果 所以如果检验的结果是阴性的话 那就是返家做自自我的健康监测 那返家之后就是等候他的 就走走各位看起来 应该是右边的这条线 就看他的这个PCR的检验结果是否阳性 那当然如果是 如果不是阳性的话就还是做做自我健康监测 那阳性的话就走确诊个案的一个处置 跟解割条件的一个处理 那再来我们再来看右看左手边的这个部分 如果是阳性的话快篩的抗原快篩结果 如果是阳性的话 那这时候就是要 就是要请这个快篩的这个快篩站 去通报这个个案是属于COVID-19的一个个案 那这边就会分成两条 两条路 如果说是没有住院的需求 而且居家环境可以一人一事的话 那就就可立刻开这个开立这个居家隔离通知书 那我目前居家隔离通知书也以电子化的方式来做 那所以这边就是回家这边就是要回家 做隔离等待这个 后续的PCR的检验结果 那另外一个左边的这条路就是说 一旦是有住院的需求 比如说他是高危险群 那有有 会传这些症状 那或是他家没有办法不合一人一事的话 那就就要去医院或是集中检疫所 那这时候人员就会开这个 医院跟集中检疫所的隔离通知书 然后送医院跟集中检疫所的在做隔离 那到了这个医院集中检疫所或家中 等待这个PCR的检验结果是否阳性 那当然阳性的话就走右边的这个确诊个案处置 跟解隔条件的处理 那如果如果是 PCR检疫情是阴性的话 就解除隔离 那并自主健康管理 自裁检后14天 以上 好 那刚才那个问题 目前我们初步的了解指挥中心 这边相关的业务组 并没有接到金门跟南投的来文 有关疫苗的部分 再三强调 这里面整体的一个建来的程序 相当的复杂 那总是整体的疫苗的战略 是由中央指挥疫情指挥中心来负责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讯息都可以提供给我们 那我们会加以研判 好 没关系 长官好 大一店是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 双北都已经表示集中检疫所目前是很满 那很多确诊者即使是亲征患者 也没有办法到集中检疫所隔离 只能够在家 想要请教全台还有单就双北地区 集中检疫所入住率现在是几成 那之前提到还有11处所预计1000间可以加入 目前整备状况如何可以加入了几间 第二个问题是公研院和资策会在去年11月 整理的报告中 他们借近南韩新天地教会群聚感染后的筛检规划 有建议指挥中心要及早布建台湾的快筛能量 还要设置筛检站的运作流程 但是报告中提到指挥中心当时并没有采用 想要请教当时的考量是什么 谢谢 我已经知道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没有采用 我现在听不到 你说什么样的时候有建议快筛站 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借近南韩新天地教会群聚后的状况 相关的整个体育一个战备或是战略 那其实在我们所有的应变计划都有 那根据疫情的情况 那即时的来启动 大家都知道其实医疗的量能都有限的 那平时的时候还要对基本的医疗做出照顾 那当然在有疫情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来启动 所以在去年11月或10月 在台湾的疫情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是没有启动的必要 然后第二个有关于就是说 现在的安置的一个量能 我们大概看到就是 大致上这个 我们昨天的资料 就今天早上的资料 那台北市 收到集中解议所的有 有373个人 新北市有757人 大家可以看到跟我们昨天的报告的数目 总共是1000出头 那现在到1162人 换句话就增加了100多人 这增加在集中检疫所的增加的速度 是变慢 那换句话说是地方安置的量能在提升 那台北市也准备了一些家常版的 那个 防疫旅馆 那台北市因为相关旅馆比较多 所以转换起来相对的快 我相信台北市很快就能够自给自足 那新北市这边 新北市这边 那早上这个侯市长也有跟我通过电话 他们从原来的183家 大概今天又会启动183间 然后 这个礼拜之后陆陆续续的 会有一个353间的 256间的 他们希望能够在尽快的时间 也能够启动1000间以上的 相关的加强的防疫旅馆 那我也跟这个侯市长说 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时候 那中央会全力予以协助 所以我相信 新北市也很快的 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的量能 也会慢慢的跟上来 那这样对我们整体的一个社区防疫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这里面在安置的里面 有一个隐忧 建设的现在能够安置的 有联络到的可以安置的比例 已经是越来越高 这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仍然的在台北市 有146名 那新北市有164名 是失联的 那失联并不少是说真正的都完全失联 只是一时之间的没有联系上 但是这样的一个数目我认为还是太高 所以也希望就是说 两个直辖市 能够尽数的 跟警政的单位 能够合作 那尽数 把这些人能够尽数的联络到 尽数的安置 所以在整体来讲到 今天上个礼拜 在一个安置的量能不足 然后中央地方大家 互相的一个协调合作 那已经达到一定的效果 那再加上现在 两个自家市 又把自己的安置的量能 不断的在提升 那安置上面我认为 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但是 怎么样把在安置里面再管理好 那这是我们现在一个重要工作 还有 怎么样让失联的人 跟失联的时间 能够减到最低 那会也请 那内政部这边要求 这警政 这边能够跟地方 双方能够密切的合作 那尽数的让失联的比例降到最低 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下张教授 就是有基层的医师反应 就是说 有病人他可能是轻微发烧 或是轻微的咳嗽 结果X光照起来 他的肺部那个肺炎的非常厉害 像感染的非常严重 那最近有很多的病患都是感染确诊 然后就死亡感染确诊已经好多例了 那今天这这几次也是 我们这一次的疫情是不是跟以往的疫情不太一样 就是发现病程进展很快 然后跟以往所谓的轻症感染的 外观看起来像轻症 可是他里面内部肺部已经 肺炎很厉害 这个有没有发现到这个情况 那我们现在的部分病人死亡 是不是也跟这个病毒的变异 是不是也他跟传统的进程也不一样 那第二个也想请问一下指挥中心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居家隔离的人也很多 那居家隔离有14天 确诊人居家隔离14天很多 那刚刚教育部那边的照顾假也会有很多 很多人需要请假 可是我们这边就一再呼吁企业主能够 能够帮忙这一次 可是我们没有帮助到民众 如果我们今天年假可能特休只有7天或是10天的人 他不可能期满14天 那这等于就是说我被逼 我被 我个人被逼着要隔离 结果我要等于是自己可能要花旅馆钱 可能自己要花那个请假钱 那政府有什么样的实质帮助吗 而不是一再的呼吁企业主 再想那个追问一下 刚刚我们那个部长说的失联 146跟164 是不是都是确诊然后联系不到的人 好 有关于最前面问的一个病人的状况的问题 那这一次 确实因为一方面是我们的 病人平均年龄都是比较大 那而且多数都是有一些潜伏疾病 而且常常都是有好几种潜伏疾病混在一起 那这些个案确实我们有看到一些 当然它的进展是非常快速的 从发病然后到医院就看到他的肺炎 比较厉害然后就很快的恶化 确实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个案 那这些个案 当然就是像我们今天报告这几个死亡个案 都是这种 这样的样式的表现 那所以过去几天也跟大家有说 那我们确实是 在重症的比例是比以前我们看到的比例是来得更高 那也预期会死亡的个案可能也是会 持续的出现 那这是 在这次我们遇到这一波的疫情当中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变种病毒株的关系 那还是说 这个 病人的关系 也许两边都有一点影响 那一部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病人 确诊的时候 他的CT值都是蛮低的 那也是说他身体里面的病毒量都是蛮高的 那这个可能跟这个变种病毒株本身的特性是有点关系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因为我们的高 中高年龄 长者太多了 那这些都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对 麻烦的这些潜伏疾病造成恶化 这都是有相关的 在疫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整体的社会的压力 大家都感受到了 大家都会承担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 个人的责 责任 企业的 企业的责任 都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政府也会来尽量来协助这事情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 那行政院对于相关的一个 纾困 协助 那会有一套办法 那由行政院统一来公布 指挥官好 想请教一下 目前全台有没有统计出负压隔离病房 还有呼吸器的数量 尤其是双北的数据 那目前有从中南部往北送的情形吗 另外想请教副指挥官 有需要集中在其他哪些医院吗 那有没有算过说这样全台可以腾出多少的床位 还有医护的人力 谢谢 好 是不是 我们请罗夫 全国的负压隔离病床数 总计是1,021床 那全国目前可使用的还有268床 那其中双北这边的负压隔离病床 空床 还有28床 那专责病房 到昨天 已经就是等于说要求各医院都 开设 这个阶段开设完毕的话 是总计3,407床 那目前还有2,202床可以使用 其中419床 是在双北地区 那目前来讲我们大概是有注意到就是透析病人 因为他两天就需要学艺透析 只要洗剩一次 所以特别需要来安置在这个专责的 医院有附设洗剩室的这个医院 那至于其他的这些需求目前是还没有看到 有特别需要特别去集中 不过 事实上这些我们双北这边的专责医院 也都 几乎都是综合医院 所以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科别需要服务的时候 也可以用会诊的方式来进行 那如果有这个需要就是支援的部分 会有我们医疗网里头 其他的一些专科医院来支援 那目前当然我们是全台的这个主要是 动员各医院来这个 提供这个专责ICU 来支援双北这边重症的需求 所以也是有陆续有几位这个病患 是有转送到这个外县市去 不过还没有像您提到说有这个 您刚好像是说中 中南部送北部 现在应该主要是北部送这个送到外县市 有送往这个比如说北区 或是中区这种都有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我随着这个 这个礼拜这个专责ICU的床数 逐渐的增加 我们是要求500床以上的医院 每一家要这个开设 大约20床的这个专责ICU 500床以下的话呢 每一家这个医院是要开设 10床左右的专责ICU 支援整个双北这边重症的一个需求 所以等到这一周陆续开设完毕之后 应该这个可以全国来一起调度的情形 就会更加的顺畅 好今天在本土病例的部分是281 外加两个这个境外移入 那么261例呢是校正回归 这是今天最新的数字 那么死亡已经连续三天都有六例死亡 另外一个更重大的就是 三级警戒延到6月14号星期一 那么这个6月14号星期一呢 刚好就是端午节当天 那么再次的延长这个第三 第三级警戒也提醒大家配合政府的政策 然后拿出我们的国民素质来 如果6月14号之后再延长的话 那我们的生活该如何过下去呢 还有稍后回来带你来看到的是 连续三天都有三个这个死亡的病例 而且是三个人全部都年纪偏大 第一个 这个这次的肺炎 对于年长者来讲的冲击有多大 还有我们医疗量能 到底能不能够负荷得到 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短短不到24小时就宣告死亡 医师还强调 这种在急诊喘到死掉的病患 只会越来越多 这波疫情已经有近两层重症率 尤其高龄成了高风险群 容易隐形缺氧 看似轻症 却在不知不觉中突然转重症 感染这个新冠肺炎老实说 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 谁一定会走向重症 谁一定会走向死亡 真的是很难 有时候你现在是轻症 不表示你明后天没有办法急剧恶化 比如说血氧饱和浓度的监测系统 甚至如果你要更完整一点 心跳呼吸的监测系统 统计疫情爆发后 从5月14号起11天 死亡个案累积17人 其中慢性病14例 无慢性病2例 还有一例不祥 光是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的 就有7例 10例在医院死亡 甚至是有3例 死后才被裁检确诊 死于武汉肺炎 去年初至今 武肺已经夺走29条人命 如今甚至有患者PCR 还没确认阳性 空窗期只有轻症就猝死 政府该如何因应 以我们现在的设备跟整理 好像也没办法完全做到这一点 只能说靠病人 如果有问题 赶快打电话来求救 新冠病人轻症猝死 本来就不是个罕见的事情 如果它发生在集中检疫所 或者加强版集中检疫所 或者防御旅馆里头 政府就脱不了责任 政府在这个时候 应该要积极建立方舱医院 或者是所谓的轻症医院 这波疫情带来335名重症患者 医师提出建议 期盼医疗量能跟上染疫速度 就怕患者来不及就医 3天都是6例死亡案例 所以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现在很明显 已经变成老人杀手 而且除了是老人杀手之外 常常都是猝死的情形发生 上个礼拜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有统计出来说 这一次的病毒 大概轻症的是四十几% 没有症状也是四十几% 只有8%左右是比较严重 大概3%是要做家务病房 所以这样算起来 如果我们今天是有3000个 新增的个案 比如这样讲 是大概三四百个 会有重症发生 大概有差不多20个左右 会助家务病房 而因而造成大概会死亡的 这样的不幸 所以看起来跟上个礼拜 他们所提出的报告是相符合 这次病毒的这样的情形 没有比去年刚开始的时候 还严重 去年刚开始还严重 还三到五%的死亡 这次看起来还没有那么严重 刚刚有位专家说 会有轻症的死亡 我不相信这句话 不会有轻症的死亡 不会有轻症的死亡 只有重症的死亡 不会有重症的死亡 也就是说你可能 没有意识到 他已经是重症了 而把它当成是轻症来处理 我是希望说 我们大家通通大概 包括家属 包括病人本身 大家都要眼睛方亮一点 就是说 他有传起来的时候 他有高烧 或者是他有 心跳加了很快 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轻症处理 所以轻症跟重症有如何去分别 就像您刚刚说的 有可能他当时判断的时候 明明他已经重症 可是我判断不出来 你至于不要判断 还是要靠医疗专业判断 比较好 比如说上个礼拜有一位 我们的那个游民前辈 在楼下说他很喘 胸部痛 那是不是可以给我看 那我跟楼下讲说 当然可以 我还没有来看看 先让他去照X光跟心电图 X光确定 刚刚那个空空白白的 黑黑的 里面都肺部都没有什么水肿 那再来心跳也是蛮不错的 我才进一步帮他做确认 然后再跟他讲说 你像或不像 如果真的是你很需要 去做确诊的话 那你再去做PCR 我不反对 但是你目前情况给他看 我认为不是 所以你意思就是 医生都判断了出 他到底是重症或是轻症 应该可以 可以的 应该可以 所以不会有所谓猝死的问题 会猝死的原因是 因为一检查到的时候 已经是感染重症了 那个时候就要特别情形处理 对 或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不是因为这个病 而会造成猝死 李师我继续追问您 今天有宣布第三期警戒延长到6月14号 你觉得这个政策做得怎么样 其实应该是这样做没有错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就在想说 假设这个礼拜会往下降的话 那可能会提早就是来 解除这样的三级 但是如果还是要延续 应该再继续往后再挪 两个礼拜 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今天281例 你认为降的人数不够多 所以我们要降到什么程度 才有可能解除这个三级警戒 看这个速度 如果能够在下下礼拜 变成100人以下 在那时候再解除 恐怕会比较安心一点 如果说国民素质呈现出 下个礼拜就给你增加100多人的话 有没有可能6月10日提早 因为三级 你警戒大家很多都快受不了了 没办法共体时间 因为有些时候天在地面 谁敢去预测他会怎么样 所以李医师 那你还有什么要帮我们提醒 大家的身体健康之类 不是第一个先大家 呼吁大家说大家心要安下来 不要恐慌 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因为一下子想说 发生什么世界变动 大家赶快去抢购食物 囤积粮食 这种行为尽量不要 那第二个是大家静下心来 自己守在家里面 顶多是你家里面传染而已 不太可能在外面去传给别人 而这个链在两个礼拜之内 它传不出去 这次病毒就稳下来了 就不会再上波了 今天最近的消息是 第三集警戒延到6月14号 就是端午节的时候 那么接下来稍后 回来带您继续来看到的是 包括医疗量能是不是有可能不够 以及是台湾 已经连续第五年 没有加入WHA 是不是又是政治的因素 稍后回来 今天最近的消息是 指挥中心宣布了第三集警戒 延长到6月14号 那么也是因为有很多的 现实首长的建议 再加上我们看到 包括确诊者去向不明 待会要请苏菲议员来讲一下 现在听说台北跟新北 还有很多确定的 找不到人失联 怎么办呢 另外还有很多感染源来源不明 而且首都圈外散 扩散的状况也很严重 议员 我想请问刚才 其实记者提问部长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事情 没有很确定 因为外传说光台北市 就有上千个确诊者 找不到人 那找不到人 他可能跑到中南部 也有可能是 他没有再次的群聚感染 他自己也许不知道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 故意躲起来 不让你找到他 这个疫情来得又凶又急 所以在第一时间 很多的 比如说像快筛 或者是PCR检测的时候 他有一些联络的资讯 没有联络好 变成有失联这样子的状况 但我所知道 现在其实各地方的卫生局 其实非常努力的 在把这些人全部找到 那至于有没有上千人失联 其实昨天这个 黄珊珊副市长 包含刚刚的疫情指挥中心 陈时中成部长也都讲了 台北跟新北 大概都是一百多名的失联 那现在各县市政府 其实就努力的 把这些人找到 不要让他成为在社区 里面存在的隐形传播链 我觉得这事情是最重要的 因为疫情来得又凶又急 低层人员来不及留这些资料 发现了就赶快把它补足 然后赶快把这些人找出来 给予他们相关应该 比如说他是勤证 他需要在家隔离 你卫生局 你必须就要协助他 比如说一些东西的采买 购买 你必须要给他 让他不要在社区里面爬爬走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究责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得 大家都很忙 现在忙不过来 你现在基层同仁 我有几个个案 我为了这件事情 都跟卫生局联络 卫生局包含我们台北市的 府会联络人 卫生局的府会联络人 三个人 每一天每一个人 从早上六点 电话接不完 接到晚上十二点 是怎样 是因为有很多人 因为有很多确诊的人 比如说他就是还在家里 然后没有办法送医院 然后议员就会通知说 李长一直在跟我吹 你们到底有没有把他送去 因为没有闭床可以让他 但就没有办法进去 就是说 比如说你就全部都是满床 然后他就是还是 轻症的状况 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有一个案例 就是说一个确诊者 他发现他确诊之后 结果卫生局1922 联络之后 都没有办法及时 把他送到医院去 那他的状况 刚开始也不那么严重 后来变成妈妈也去检测 老婆也去检测 全部都确诊 包含一个四岁的孩子 检测从520筛检到现在 报告没有达到 全家都确诊 四个人全部都在一个空间里面 那当然有一个房间 是有独立的厕所 但后来也变成是群聚了 后来我们在跟他联络之后 因为他一直送不进去 然后这个确诊者 第一个确诊的人 状况越来越严重 就如刚刚署长所讲的 他开始有这个 呼吸窘迫的状况 呼吸不过来了 那你医院 还是没有办法进去的状况 怎么样 我们在通知之后 就把他送到医疗检疫所去 但他的妈妈跟他的太太 还有他的孩子 因为他的孩子 还没有确诊 他才四岁而已 没有确诊 也进不了检疫所 后来只能先 把他的妈妈送进去 老婆跟孩子 就继续留在这个家里 留在家里面 不过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 也许我们服务量能不足 医院的服务量能不足 但我们其实还有包含 刚刚我们讲的 加强检疫所 我们有检疫所 还有防疫旅馆 你必须要赶快进行匡列 把这些人能够 他如果在家里 没有办法分开 你必须要找地方 让他一人一户的分开 第一个就是不要在群聚 那个匡列来不及 对 第二个 你的匡列 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说这些人 就因为有确诊了 不适合再到外面 不适合再到全年去买东西 不适合再去过生活 但他们要不要吃喝 都要 那你谁要照顾他 你的卫生局 我们的公卫护士 就要去协助他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现在看来 让我们比较紧张的是说 如果我的这个个案 是普遍的存在社区里面 代表他没有匡列出来 他没有被政府服务 他就只好爬爬上 他也不想给政府服务 但问题更大 没有 他有可能 有啊 像我这个个案 他其实是一直 跟卫生局联络 但卫生局就是跟他讲说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进去 没有办法进去 这么惨啊 你没有办法进去 但你也要提供他服务 结果也没有提供服务 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另外有一个里长 要跟我讲说 有一个家族经营的 一个小店面 这个老板发生 这个确诊之后 到了医院去 然后他跟他太太 就被留置在医院 因为确诊 对 又确诊留置在医院 就不能回家这样子 但之前一起做生意的 这些儿子女儿女婿的 全部就自己隔离在 这个店里里面 反应还蛮快的 对 但也没有 卫生局也没有 后续的服务 没有来匡列 对 服务 然后也没有消毒 然后里长因为被李明 逼得很紧 就赶快联络这个环保局 结果环保局 就只好派了一个清销 结果清销到现场去 只是做环境清销 什么叫环境清销 就是杀蚊虫的喷一喷 杀蚊虫可以杀病毒不利 让大家心里能够安一下而已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没有怪谁 只是说 因为疫情来得又急又快 5月18号到现在也才第七天 很多事情 大家都还在调整 调整 调整当中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地方的县市政府的县市长 不要再 我要跟中央对抗 你看今天 昨天台北市长是先说什么 我要不要再停班停课 我今天下午要宣布 然后侯友宁今天讲什么 我可能随时要准备停班 我觉得不要再用呛瞎的 看谁比较快 想的比较多 我觉得同岛一命 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你与其这么快的去宣布 这件事情 不如好好实实在在的 把你县市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匡列的 应该服务的 把这些人服务好 让他不要继续在社区里面传播 我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今天还要再延续 因为这个病毒的传播 其实是一到七天 五月十八号到现在是 刚好第七天 所以有很多病毒 病毒 刚好现在都在起屁 你是说这几天可能 还是很多 因为七天 所以刚好正在发病的状况 底下 所以有可能 这个发病的时间 其实会延续 所以大家要继续忍 我知道大家 受不了了 我上个礼拜也在家裡 带孩子带了七天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快要受不了了 每一个带孩子要做选民服务 对 然后孩子也快要受不了了 但真的要忍一下 因为我们必须要忍住 才能够早一天 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指责兄 通道一命 大家互相忍一下 忍到六月十四号端午 也连续假期 少一点指责 不过看得出来 好像我们的医疗量能也好 还有我们一些应变的速度 好像真的有一些破口 的确 对 刚才我补充一下 这个苏培他的所谓 要尽快匡列 那为什么这事情重要 主要是你被匡列之后 他必须要发通知单给你 就是你要做居家检疫 或者居家隔离 去检查 确认 对 那你有这个单子 比如说你家里没有办法 一人一户 那你就可以拿这个通知单 去申请什么 防疫旅馆 对 不然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进去防疫旅馆 因为大家不晓得 你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资格 所以这件事情 重要性在这里 那至于到底各县市 我坦白同岛一命 大家都会讲 但我也同意 大家要停止 在这个阶段 停止政治口水 那目前为止 我觉得 大家都各尽其职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的确有提到 就是说 大家要做好 停班的心理准备 停班 意思是封城 没有封城 封城是 根本人员没有办法进出 你说停班 大家都没办法上班 对啊 这个封城是 你几乎人员没有办法 不能流动 不能流动 你连出去吃东西 吃东西 你都要管制了 那就是说 当然料敌从宽 他只是告大家 要有这心理准备 并不代表 现在马上就要做 所以我意思是说 不需要把这个事情说 侯友宜在制造 恐慌慌乱等等 这样讲我也很紧张 对 我觉得这个到有过度 听你这样说 我也很紧张 是 那我要讲就是说 今天这个指挥中心 做了一个最重大的决定 就是什么 第三级警戒要延长到 延到三五节 对 要延到六月十四号 这件事情 坦白讲 是一个很 对于大家 都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决定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礼拜 我们知道 第一波两个礼拜的警戒 大家实际生活上 都有一些变化 甚至一些不变 但是大家是必要 可以容忍的 那可是在两个礼拜 这个时候 我觉得政府就要提供 更多的帮忙 比如说 纾困的部分 前面两个礼拜 已经造成很多商家 没有办法做生意的 餐饮 零售 娱乐业等等 没办法做行李 但是这个人要生活 小摊贩尤其 大家知道 小摊贩做生意很多 菜籍都要聚 对 菜籍都要聚 你没聚没收入 你房贷要不要聚 车贷要不要聚 小孩子学备 要继续聚等等 所以纾困的部分 我建议行政院 赶快 新的版本 或加强的版本 赶快提出来 好像在进行 对 立法院先要通过 纾困的预算 接下来 所以我是说 因应现在 我们再进行 因为又延长了一波的 所谓第三级的警戒 所以纾困的部分 拜托 大家帮忙一下 是不是再照顾一下 那当然 今天延长在14天 坦白讲 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 是以色列 以色列 在昨天 解禁 解除了 对 那为什么 他们可以解除 也就是说解除他们的防疫的 终止了他们的防疫措施 因为 怕 注疫苗 注多少 五十八% 只有可以达到群体免疫的 这个阶段了 换言之 现在这个阶段 对我们而言 要解除 真正要解除 我们后续 所谓这个警戒的状况 大概真正的 可能要 真的就是 要等疫苗 今天当然另外一个新闻是说 这个指揮官特别指出 六月有两百万剂 八月有一千万剂的疫苗要进来 我希望这是真的 因为民进党政府告诉我们说 很早就告诉我们买了三千万剂了 对不对 那到底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只有七十一万剂进来 那接下来我们都知道疫苗的重要性 所以说六月跟八月 这加起来一千两百万剂 到底能不能落实 那当然陈宗刚好有讲说 这希望COVAX不要因为有什么阻力 而这个延缓了给我们的疫苗这个时间 我也同意 希望不要有外面的压力 但是也拜托 这个是 我坦白说 因为你都已经讲出时间了 这个人民会有期待的 你到时候六月 我看不到那两百万疫苗 那个民怨会很深的 所以说政府要再加油 因为既然中央都说了 疫苗政策我要统整 地方你不能够买 那你就要负全责 疫苗的责任就在中央政府身上 所以拜托 疫苗尽快的取得 今天最新的进度是 第三集警戒延到6月14号端午节 是不是代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很了解 这几天的确诊数 包括回归校正的数量 应该都要在两三百例左右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心里也要有准备 同时拿出国民素质稍回来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